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期盤視頻 好 我們接下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9點 當然動有大型股嘛 今天換拉什麼 換拉金融股 一般來說拉金融股可以幹嘛 拉金融股就是準備打毛線了 然後看這個OTC的部分 OTC今天跌了0.89點 小朋友 今天的這個大盤狀況 你心裡面有沒有底 還是什麼都不知道 覺得說今天會持續大漲 然後怎麼早上追肩掉下來 我相信在昨天我們的節目裡面 就跟大家提到 昨天雖然說指數是很好看 不過這個外資的齊全不太對勁 我覺得他棋子 我相信在早上我有跟大家提 不管是那個外資 甚至十大教育人 其實他們都怎麼樣 十大教育人 十大特定人 他們都是退什麼 都是多空金額的部分 都是比較偏保守 然後這個昨天是-4712 今天繼續-1510 然後現在是55694 跟開上次550797 這已經差不多了 代表什麼 代表要晃來晃去 如果說你看這個OTC的話 昨天是一根紅黑棒對不對 一根紅黑棒 然後呢 然後今天啊今天哇開高 同朋友今天這個就整個把昨天這個都包下來了嘛 但是同朋友這個東西不是重點 重點這東西不是重點啦 他還是高多方的震盪 你不要想說這個地方是要偏空的 同朋友真的拜託一下 如果你要看空的話 跌破月線 均線開始往下彎 你要看空再來看空 我今天下午在看那個非凡的時候 非凡有一個新聞是說 萬點這麼久了 但是有八成 八成以上的股民是沒有賺到錢的 甚至於 昨天的APP 同朋友昨天APP啊 昨天是5號對不對 昨天5號是早上那個 我們同事跟我分享的 有人空軍畢業你知道嗎 畢業文啊 畢業文啊 反正就講了講了講什麼 講說就是一直嘎嘛 開始空單空軍畢業嘛 這幾週被嘎得很痛嘛 同朋友 看我的節目不就好了嗎 我不是跟你講多嗎 均線往上這個 你月線沒破沒有人在空的啦 你要看空月線破這個地方 要空再來空啦 整個盤這麼強 都動到台積電去了 這等於在UG手啊 UG手 不能說他錯啦 而是我們菜操作裡面 一個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要賺到錢嘛 賺到錢才是重點啦 是不是買最低出最高 那個東西根本不是重點 對不對 重點是如何選股 以及有沒有賺到錢 什麼買最低賣最高 買最低是神做的啦 賣最高也是神做的啦 那個不是你該做的啦 你懂我意思嗎 你知道你圈體有沒有賺到錢啊 那這個 搞不好我看了 我也覺得 當然我沒有做旗子啊 不過 不過如果說他 你要當什麼 他說要當存股族對不對 當存股族 如果說你耗錢存股的話 我跟你講存什麼啦 搞不好 搞不好明年 存股族 哇怎麼這存股族怎麼怎麼狂噴 好不好 你不要說沒有 存股族有時候存一存 不然他 那個機會就大漲特漲了 好不好 然後這個 小台子 小台子就賠這麼多嘛 就再見了嘛 同朋友 一樣啦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這麼久 你有沒有賺到錢 如果沒賺到錢的話 我說真的 我的索馬視頻 索馬教學視頻 麻煩你訂閱一下 我的索馬教學視頻 最基本的麻煩你訂閱一下 不會害你啦 一樣啦 我們講的是什麼 有操作方法嘛 有操作方法就有獲利呢 就有下一支啊 同朋友 這個不該說生計啊 生計嘛 我現在你應該猜的到是哪一支了吧 還猜不到嗎 這樣子嘛 對不對 是不是跳上來了 今天是不是繼續創新高 今天創新高有了 震盪一下啦 收盤跌 跌5分錢 5毛錢 創新高交代一下 跌個5毛錢 可不可以啊 今天這種鳥行情 應該OK吧對不對 我是覺得還OK啦 沒什麼問題啦 我就賺快10塊 有沒有 這支股票我賺快10塊錢了 10塊錢就是1萬塊 我賺快10塊錢了 這個溫你來 溫你來就是看他什麼混而已 怎麼震而已啊 如果說反而今天又繼續買的話 搞不好今天震完明天繼續衝 對不對 那是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同朋友 追高的 今天很多追高都到豆豪災了嘛 應該沒錯嘛 你在高點很多都豆豪災了嘛 我現在那個昨天耐群也是 我們大師兄跟我講的 他說昨天都在叫什麼 叫金居 他說看耐群都在叫金居 結果呢 結果今天哇 跌7% 同朋友 金居之前我們就已經做完收工了 你知道我為什麼做完收工 我這邊不做他 他有一個東西讓我覺得很奇怪啦 這個有空在跟大家講啦 今天手碼手碼跟大家講一下好了啦 為什麼我不做他 他就有一個東西在 所以我沒有做他嘛 所以那個 他那個 開完法說會又找法人聚餐 連高都看不出來 我就馬上到了嘛 對不對 應該沒錯嘛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子嘛 那我到的理由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啦 好不好 那這是我們昨天跟大家提的 反正這個金居部分 晚上跟大家分享 那我沒有啊 不關我的事情 好不好 那這是我昨天節目上跟大家說的 沒有這個站上週限 週量又有兩根大量頂在這裡 兩根大量頂在這裡 這都鎖碼量了嘛 不是嘛 鎖碼量 你量 你出來這邊的 正常他會來這裡 你知道嗎 你量這個關係啦 你這個動機已經打出來了 這兩個加起來量超大的 量超大的 好啦 先來這裡好了 先來這邊 先來這邊 兩層吧 你來這裡就兩層了 來這裡 來這裡 我來這裡買車 剛才買一台車 應該沒錯吧 所以就是他今天也漲的 所以今天震盪 震盪 你有這個震盪 他不是今天也漲的嗎 對 同朋友 這個啦 像這個啦 同朋友 這個都一直賺出來的 所以我才跟你說索馬 那個 一直賺 麻煩你訂閱啦 這也是啊 我們之前講的啊 你如果要買 不要買那種什麼 上面有壁雷針的嘛 你買這種量 出來這裡的嘛 出來這邊 現在這邊 他會不會漲 看起來好像會對不對 接什麼鳥盤 他既然這樣子 這支就停在這裡嘛 這支頂在這裡啊 要不要套牢的 這邊都空的 那怎麼套牢 這不是空的嗎 真的有量在這裡嘛 所以這個量 走在這邊的話就 就漲的機會比較大嘛 我不敢跟你說 一定漲 保證漲什麼 沒漲什麼樣 什麼切雞雞什麼的 沒有那種事情啦 股票市場沒那種東西啦 只是他漲的機會比較大啦 一直賺之前的暗道過啊 我也想過說 你要選就選這種的 不是嗎 我們的學員們 同學們 是不是這樣 重複方法嘛 這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嘛 一直賺 金像店嘛 這個有按道有操作 有交割單啊 對 沒有建設 有按道有操作對不對 有交割單 買車的交割單 這都可以買車 這不是可以買車嗎 不然可以買什麼 還是買個樓蕾好了好不好 這個台北小科嘛 台北小科做一下也有十幾萬嘛 博字量比較小嘛 做一樣的 漢宇博嘛 漢宇博每做兩次 我記得好像上個月 啊跟金居那時候一起做的嘛 對不對 八月的時候 我去日本的時候做的嘛 然後這晶圓嘛 沖一下也有嘛 建合心嘛 對不對 10月1號的嘛 我記得那天我還節目講說 我要買一支股票 10月1號的索馬 就這一支啊 這不是 這個都有講過 按道按道就從裡面找啊 有可乘 你看這個可乘 那時候多少 249.5 現在多少 280附近 Q30塊上去啊 然後這個洪捷科啊 洪捷科這個很大條的啦 也是大條的 三十幾嘛 然後這 同朋友 這個是10月9號的洪捷科 這個是9月24號的 對不對 金居嘛 金居嘛 76嘛 36嘛 這同朋友 如果說你沒賺到錢 在萬點這段時間還沒賺到錢的 我的索馬視頻 再怎麼樣 麻煩你訂閱一下 我在裡面講的是操作方法 好不好 不是說什麼抱你牌 就是我們在講就是一個操作方法 你要怎麼去找股票 怎麼樣經過你的投資部位 然後呢 看行體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你看你是要做波段 還是打帶跑 其實在 索馬裡面 基本上我比較會講這些東西 節目10分鐘 9分鐘 10分鐘 是能講多少 對不對 有時候講官講的基本面 講你也聽不懂 不是嗎 所以呢 所以同朋友 我們講還是一樣 操作方法 有方法就有獲鏈 就有下一支 那你心法是什麼 同朋友 這個東西就是跟著大物走啊 就跟著大物走啊 股票也不會多啦 股票也不會多啦 反正就是從裡面去找那個 有大物在琢磨的股票啦 跟著大物走財富一定有啦 然後呢 一起來賺錢才是一定道理啊 好不好 如果說你在之前都沒什麼賺到的 或是放空的幹嘛的 我昨天是不是說趁著現在震盪 有些準備要上來股票 趁著現在震盪還沒拉出去 一起來布局好不好 11月15號是 第三季的財報公布完嘛對不對 有沒有 有沒有有些股票就在等財報公布完 他搞不好就要開始走什麼 就開始走作夢行情了啦 有些是現在先漲啊 先漲上去怎麼樣 先漲上去 10月營收一出來 哇開高走低 都淘汰 有些股票就是做到10月營收而已 那有些呢 有些是在等第三季的財報出來 然後呢 開始要做第四季跟明年的啦 好不好 所以呢 每次股票的節奏是不一樣的 不要看到有些股票 怎麼怎麼開高走低了 有些是沒有漲到 等第三季出來 他要上去的啦 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別人可能不知道啦 但是呢 但是來我這邊 我會知道啦 再怎麼樣 一直賺按一按 也知道 差不多心裡面 知道說可能要 哪些股票是可以動 好不好 就歡迎你訂閱啦 我們最下面的留言板 如果說你有任何出問題的話 一樣歡迎你聯絡聯辦 跟我們做聯繫 約9月QR Code 還不准耐在作用圈的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加入我們LINE生活圈 在裡面不定時提供 超乎有用的資訊 當然又要來一個訂閱 喜歡我們分析的話 你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節目更新完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今天為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 都能掌握極限 祝大家明天超好順利 明天見 拜拜